大家好,我叫李兰 宋慧中非常注重点睛之笔 把这个小鸟的眼睛画得是为妙为孝 柳鸭卢艳图卷可以说是中国花鸟画史中 由种色到种末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花鸟画作 中国的帝王当中不乏才华横溢的皇帝 就书画方面的成就而言 造于最高的当属北宋宋慧中造极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宋慧中造极和他的柳鸭卢艳图卷 柳鸭卢艳图卷是一件水墨淡彩绘画 由两张纸拼接而成的 前一段纸画的是柳鸭图 后一段纸画的是卢艳图 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柳鸭图 柳鸭图是描绘了铺岸之上有一株柳树 然后柳树的上下总共有四只小鸟 它的名叫白头乌 这四只小鸟有两只相互的依偎在一起 一正一辈正在休息当中 然后另外两只一只站在柳枝上侧身俯视 还有一只在柳树的树根仰头正在鸣叫 这两只小鸟好像就是在一唱一打 整幅画面可以说就是非常的富有情节性 我们好像就是从这个画面当中能听到小鸟的鸣叫 打破了周围的一个非常静谧寂静的一个环境 体现出那个《谢鹤六法论》当中气韵生动的一个审美的境界 在这幅画中的技法上 然后另外它用淡末圆润的一种比试 它孕染的时候它又把就是整个羽毛的一个结构的边缘的 白线也都保留了下来 把小鸟的这种丰满的羽毛这个状态描绘得是非常的到位 另外就是说宋徽中就是非常注重点睛之笔 对这个白头乌的眼神就是画的是非常的微妙微笑 四只白头乌可以说是眼神各不相同 有的呢就是双目圆凳 有的是向上的翻转 然后还有的呢可能碎眼朦胧 就是每一个小鸟的形态呢都不一样 据记载呢就是宋徽中呢会使用就生漆这个燃料进行绘画创作 所以呢有专家考证 柳鸦卢彦图当中这个白头乌的这个眼睛这个点睛 宋徽中就是用生漆进行点睛的 在点睛之后又在眼睛的部位呢进行了淡漠的一个预染 然后呢又进行了上眼瞼和下眼瞼的一个勾画 感觉他的眼珠好像活灵活现 把这个小鸟的眼睛这个整个的立体感都画得是微妙微笑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柳鸦卢彦图中的后半段 卢彦图 卢彦图呢描绘了池塘边呢有四只大雁 一只呢仰起脖子正在咸着叶子 然后还有一只呢伸长了脖子呢正在喝水 非常的悠闲 然后另外两只呢有一只扭头把自己的这个绘啊 插在了自己的羽毛里正在休息 他旁边呢这只两眼那个圆凳非常非常警觉的样子 好像呢正在给他放哨一样 整个画面呢也非常具有这个演绎的情趣在里面 但是卢彦图当中的这个技法呢就是跟那个柳鸦图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他会这个大雁雨刺的时候 他是首先呢用那个则实的颜料呢进行了运染 然后雨片呢运染之后是流出羽毛的一个形态 然后呢再描绘出羽毛细部的一个构造 用笔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工细 而且呢这个大雁的眼睛啊在点睛之后呢没有像流鸦图一样进行了一个淡漠的运染 而是呢采用了一个花青的一个平图 这个呢就是技法上呢是稍微有一些区别 目前来讲呢就是说在这个学术界呢比较公认的是 流鸦图呢是宋慧中造极的亲笔画作 后半段这个螺鸦图呢在时代和作者上呢是比较有争议的 这两幅图首先呢他用的这个纸张就不一样 前半段的流鸦图呢用的纸呢是非常的光洁细密 这个纸的质量是非常上乘的属于御用纸 而后半段的这个纸张呢就是比较偏黄 质量呢是不如前面这个纸张 而且呢就画白头乌的时候使用的这个墨也是呢上等加墨 乌黑而泛着这种冷光 有学者呢猜测它是南唐时期的这个文房三宝当中的成心堂纸和那个李廷归墨 但是卢燕图当中的这个用墨是不如柳鸦图的 另外呢就是柳鸦卢燕图中呢前有就宣和中密这方印 说明呢他曾经经过宣和内府的收藏 而且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目前啊 宋徽中这个天下艺人的签鸦是签在了卢燕图的这一边 经过学者辨认呢认为呢他是一个尾款 所以呢宋徽中造极的柳鸦卢燕图卷柳鸦图被学界呢公认为是宋徽中造极的亲笔画作 他后半段的卢燕图呢还存在着争议 但是呢无论如何柳鸦卢燕图卷呢在中国花鸟画史中是由种色到种末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花鸟画作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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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